头三天在我们最夯的网美打卡景点 就是正面与港彩虹屋的光雕創片 让我们期待一下 岁某年终可以到哪里玩 基隆市政府将在12月1号到12月17号 举办爱恋港督业2023基隆光影节 首度结合公共电视 台湾原创动画妖国小学的人气IP 有水果奶奶和各剧特色的妖怪角色 规划了夜间光雕秀 基隆七个行政区更设有光影装置 与AR城市寻宝游戏 基隆市政府结合公式原创的一个动画 那是台湾的一个原创动画 妖国小学来办理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光影节 那基隆光影节从12月开始一连17天 那其中的前三天在那个正宾渔港彩色屋 我们有举办基隆的一个光影光雕秀 那另外在基隆的七区 我们也都设置了IP的一个光影装置 那也进行了一个AR的一个城市寻宝 那欢迎各位民众来基隆参加 基隆其实是一个虽然地方小 但是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公共电视 第一次和一个城市举行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活动 当然我们更希望未来有各个在台湾的县市政府 都能够和这个基隆市一样 这么看重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IP的创作 我们也期待借由这一次呢 我们台湾最有力的最棒的一个IP的这个动画呢 能够带着我们小妖们 带着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 还有观光客呢一起来畅游 来进行基隆七个行政区的城市寻宝 官销处说欢迎民众在12月1号到12月3号 到镇冰鱼港彩色屋欣赏光雕秀 活动期间还可以深入基隆七个行政区 欣赏光影装置 玩AR城市寻宝游戏 有机会获得活动限定联名小物 欢迎全国的大小朋友12月来参加基隆光影节 度过充满创意同趣的欢乐时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